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什么 这一俗语又是否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呢 众所周知 在许多传统俗语中 人们都会用一些较为具体的意向表达抽象含义 而手握金鱼骨 富贵不用愁这句话中的金鱼骨也不例外 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金鱼骨 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金鱼骨头 而是人们手掌心中的元宝文录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很多人都会对面相手相学说较为看重 而所谓的元宝文便是手相学说中的一种观点 通过观察手掌心的纹路便可以发现 每个人的掌纹走向都各不相同 若是在手掌心中 生命线与智慧线之间的纹路 能够形成一个形似元宝的闭合区域 便意味着此人拥有元宝文 也就是金鱼骨 古代手相学说中认为 凡是拥有金鱼骨之人 命格都要比普通人更好一些 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人生发展道路上 并不会存在太多阻碍与挫折 凭借着顺遂人生的帮助 其美满生活亦能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通过对手相学说中的金鱼骨 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可知 对于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而言 金鱼骨位置的不同 也会对人生未来走向 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 与手掌中的智慧线相对较劲 便意味着此人拥有较为聪明的头脑 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 他们总是能够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智 顺利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进而过上富贵生活 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 与手掌中的感情线相对较劲 便意味着此人能够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通过外在优质人际关系的帮助 他们总是能够轻松化解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更好地追求心中的理想与目标 并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 这些拥有金鱼骨的人 总是能够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财运 凭借着这份财运的帮助 他们自然将会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 正因如此 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 亦将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 可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不断提升 诸多封建思想已经遭到世人摒弃 而在新时代背景下 很多人都能认识到 所谓的首相学说 并无科学依据作为支撑 所以 这类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俗语 并不值得相信 与其相信金鱼骨为我们带来的好运 不如将更多精力用于拼搏与奋斗上 若是过于依赖所谓的首相学说 而过着好吃懒做的生活 那么 无论拥有何种带有富贵意义的手下 都很难真正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 通过对手握金鱼骨 富贵不用愁这一俗语背后的内容 进行了解 便会发现 其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 流传下来了许多并无科学依据的俗语 第二 手掌纹路杂乱 就一定命苦 教你一招化解 俗话说 掌中有日月 看掌纹可知天命 俗话又说 掌乱心乱 掌清心清 这就是说 手纹杂乱的人 如同走在错综复杂的田间小路 或是秘密交错的街道小巷 曲折蜿蜒 这种人 心思也同掌纹一样 心思乱 心绪多 情绪敏感 常常有庸人自扰 患得患失的毛病 如果是女性 往往多愁善感 如果是男性 则有偏向女性的特质 但掌纹杂乱 一定都是坏处吗 也不尽然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古代人认为 女性掌纹细如乱丝 属于善良的好女人 情感细腻 多为家庭烦忧 而且 这样的女性性格聪慧 但也因为想法太多 心思太细 容易导致财运受损 另外 手纹乱心思多 想象力也比常人丰富 如果面相配合得好 很适合做一些 富有创意的工作 注意 有一些掌纹 虽然看起来杂乱无章 但实际上 对事业有加持作用 比如 颈字纹 出现在实纸下方 出现颈字图案 表示 事业有成 头脑灵活 可以从事业中 收获巨大的收益 那么 手掌纹杂乱导致的 性格方面的缺点 要如何化解呢 首先 多多参与社交 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 都尽量参与 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 多和乐观开朗的人相处 汲取他人的长处 时间久了 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 还要多多培养兴趣 手掌纹乱的人 一般心散 想法多 但不专一 如果能找到一项兴趣 有助于培养专一的能力 婚姻方面 最好晚婚 选择年长一些 处世成熟的另一半 第三 大拇指指纹断即胸 一 无杂纹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 没有杂纹的人 终其一生事业上 难有大收获 二 领袖纹 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 有两条平行的斜纹 被称作领袖纹 有此纹路的人 有雄心 有抱负 有耐性 懂全谋 知进退 是领袖型人才 三 权贵文 大拇指指端 有心文 六文 颈文 金印文 地 均称作权贵文 有此纹路的人 富贵权是两者皆可得 是极好的纹路 四 文约文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 有一条或二条横文 被称作文约文 有此文路的人 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 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 不想祖业而能自创产业 但相当劳碌 得来辛苦 五 龙眼文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 有椭圆形的文路 为之龙眼文 有此文路的人 先天智慧超人 可以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 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 平步青云 如五官再配合得当 主大跪 关注透天机 六篇财文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 有网状文或文状错中 复杂的文路 称为篇财文 由此文路的人聪明灵敏 反应敏捷 容易经由投资或经商 而获取财富 网状文靠近第一指 节会发达得早 靠近第二指节则会持线 此外 大拇指第二指节下端外侧 有一条或两条小横纹的 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 配偶内外在美军家 个性优良 工作能力强 七 看父母大拇指 父母大拇指的第一节代表父亲 第二节代表母亲 如果第一节比第二节长 说明家中父亲要强势 能力也强 如果第二节长 说明母亲在家里占主导地位 有话语权 或者就是目前娘家那边的生活 比较富足 第四 拇指头形状看富贵 一方投行 上节之骨方长而广大 兼顾有力 下节之末端有肉棱 据此拇指者 循规蹈矩 矩指不苟 此方投拇指 一定要方正无偏 如内取无力 或外无神 则其人必心性天侠 做事诡秘自私 二 圆投行 指形长而头圆大 节指而宽 思想纯洁 为人朴实 心地忠厚 对人颇有义气 谋为多亿成功 三 风妖行 指骨微小而短圆 指头宽扁而略长 犹如黄蜂之妖也 据此拇指者 反应灵敏而速度敏捷 有辩论才能 心意才能均忧 四 棍棒行 球行 上下两节 圆大相同 其肉紧实 其形挺直 圆长坚硬 身养不灵 关节不慎发达 指头末端微小 指甲厚长 指纹粗大 其人秉赋虽强 燃性情孤僻 言语耿直 坐式呆板 交际简单 守旧有余 创新不足 掌纹是橡树中的重要参照物 不同的人 其掌纹的大小 形状 粗细等等 都不尽相同 可以说掌纹是个人的专属特征 也是算命中的重要依据 在形态各异的掌纹中 有一些掌纹可谓实际罕见又特殊 平常人都难以看到 拥有它们的人 必定是人中龙凤 将来贵不可言 今天小匠之来给大家介绍 五种罕见的富贵纹路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 1.折贵纹 折贵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 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 斜着延伸出来的线 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 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 从而形成的独特线形 古象学中把它称之为折贵纹 折贵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博的学识 所覆盖的星丘 也是与学术研究 文化思维 灵性意识有关 因此折贵纹多代指天赋和名气 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 又是中国古象法所代表的钱公 钱代表高贵的人 在齐门顿甲中 钱又是生门的位置 代表灵性 超脱与往生 所以这种纹路的人 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 容易受到人赏识 欢迎 登高折贵 一名惊人 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 中国古代的纵横家 可能多出这种纹路 男人手掌中生有折贵纹 是非常吉利的 是福泽深厚的表现 生有此纹的男人 往往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 才华横溢 并能在大考中夺得投名状元 有过人才干 工作步步高升 能收获公民利路 才气和福分都不少 此外 在婚姻上 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 既有稳定事业 也有美满家庭 可谓是事业财运 婚姻俱佳 人生运是非常顺遂 有诗云 折贵闻名有大财 如主即帝 绝高魁 西娥月里平相约 一日登云 折贵来 折贵闻 主荣贵 拥有这种手闻的人 不论男女贵人运都非常不错 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再加上自己很努力 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事业成功 财运自然也跟着好 二 双鱼纹 所谓双鱼纹 也叫做鱼形纹 是指在手掌中出现的半壶状交叉纹 形状像一个鱼形 这是比较少见的掌纹 有这样掌纹的人 往往能力过人 才华横溢 智慧超群 而且运气很好 一般都能够成为成功人士 成功以后 房子车子不在话下 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 双鱼纹出现在不同位置 所代表的含义也不相同 一 双鱼纹出现在更宫 正宫文采出众 双鱼纹出现在拇指下方 和掌心交汇处时 更宫正宫 是文昌心照命 欲示此人文采出众 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 会获得很高的学历 倘若这种手相的人 手掌心红润 掌纹细腻 那么这个人观韵好 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 踏上观职 男士的话 更是可以获取一个 高贵有钱的妻子 辅助她去达成 她的官运财运 二 双鱼纹出现在 砍宫有贵人相助 双鱼纹出现在 砍宫称砍鱼纹 主义有贵人相助 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 有社会名气 受人尊敬 婚姻关系也良好 一生富贵无比 三 双鱼纹出现在 中宫明堂 人缘极佳 双鱼纹出现在 生命线上 或者掌心 中宫位置 预示此人 人缘极佳 有广泛的人脉 做事情总是 能够找到助力 所以很容易成功 一生也是 既富且贵 三 美露纹 在手掌中有不少的三角形手纹 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形状的三角纹 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 就是美露纹 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弓 昆弓 以及更弓等区域 纹路清晰深刻 象征着吉祥与富贵 掌中生有美露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 一生物质生活富足 一时无忧 福泽深厚 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 所到之处 自有人代为上宾 过得舒服自在 有一定的学习机会 见解非凡 长大能够有大作为 飞黄腾达 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 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过腹背 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掌中有美露纹的人 一生贵人运很好 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 也就是说呀 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 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 四千金纹 千金纹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但还没有感情线其终止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有子掌纹的人 家境富裕 而且还乐善好施 是十分富贵 有难得的贵人首相 要想知道 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想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 衣食无忧 家境殷食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如果少年手上 生有这种掌纹 必能够早年就发达 前程似锦 家中采源滚滚 富甲一方 正所谓 人生若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直上家 摄氏上年人得此 虔诚富贵 有人夸 需要注意的是 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冲会虔诚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 事业会起步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一世无忧 生活殷实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 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 五 三奇纹 三奇纹是一种非常极力的掌纹 通常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 分为三条向上的线 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 可多方面发展事业 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 女性主干练持家 往复新家 如太阳线之支线漏凤者 男性主先成后拜 女性主到老孤独 另一种是事业线 太阳线以及财运线 或者是健康线 集结在一起而成的 如果掌中有此文献 其人会名利双收 具有事业潜能 很是了得 绝非繁品 其人的成功与著作 社交和口才有关 如作家 律师 教授等 三奇纹的三奇 究竟指的是哪三奇呢 民间传闻 一奇为金玉良缘 婚姻美满幸福 二奇为遇到知己贵人 纵使危难当头 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 成功转运 三奇便是横财加深 富贵吉祥 三奇明显的人 天生就注定不凡 他们要么成为发明家 给人类带来不少的便利发明 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 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 此生要关有关 求财得财 掌中生有三奇文的男人 放在古代 就是宰相名 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 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 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他们敢于承担责任 经得起大风大浪 在大势大飞面前 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则 最终会因为努力不懈 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 快看看自己手上 有没有这些特殊的掌纹吧 当然 首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 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 虽然是有好运的象征 但还是要看整体首相 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 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自己的努力还是不能少的 好的首相 面向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终究要靠自己打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